新能源汽车是一个拥有10亿消费人群的大市场 每年可以有10万亿的销售额产生 在这样一个具有稳定增长的大赛道中 未来汽车能否再度辉煌 股价创出20倍增长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2022年全球智能汽车已由长线跨入普及阶段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650万台 其中中国销量350万台 欧洲227万台 占据全球主要份额 2021年全球电动车渗透率为9.5% 如果该行业市场渗透率超过10% 意味着其迎来向上加速拐点 将指数上升至40% 50% 因此到2025年 全球新能源电动车销量超过2000万台 而资本市场将在2022到2025年之间 再次爆发对新能源汽车的追捧 未来汽车股价15美元 属于历史相对底部 对应2019年10月破产危机时的1.5倍PS的定价 未来有望在豪华车领域攻城掠地 成为BBA全球范围竞争对手 2025、2030年目标 体量分别增长至80万、200万台 这也是国产汽车在高端市场领域的大胆尝试 但是未来汽车面临的挑战很严峻 不考虑可能的来自小米、腾讯、华为等企业 未来入厂的可能 但是现在传统汽车的竞争 就足以让未来汽车面临极大的挑战 大众集团投资841欧元 2030年实现50%纯电动车销量占比 2040年全面电动化 福特汽车2025年前 投资300亿美元建设电池厂 2030年达到40%电动车销量占比 通用汽车2025年前 投资超200亿美元 目标2025年实现年销100万辆电动车 未来汽车也有自己的优势 2022年未来组建超过400人团队 将深入电池核心技术 未来推出续航里程达1000公里以上的电池包 同时结合自动驾驶技术和全面的用户体验 未来依旧能够在以后的竞争中拥有一些之地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